手机里那些妞什么嘻嘻啊 倩倩啊紫涵什么的都是我杀的 我吃你睡着了 你只闻嘴的锁 我你 再接了啊 我大腿跟的纹身 不是我妈的名字 是我初恋女友的名字和什么 我说你妈怎么叫叩叩了 我我过生日收到的那个包 之前我跟你说是闺蜜从美国代购的 其实不是就是正在追我那男的送 之前公司发狐狸看电影 其实根本不是公司组织的 是我请你有婆婆请来 上次我跟你说我跟闺蜜去花水湾旅行几天 其实不光只有我 还有两个份儿在他们请的客 哎就是你去旅行的一天 我参加了一个姐妹组织的轰啪 三男三女都和她 赶紧回家 半年前你微信里面突然加了一个美女 你俩聊得挺嗨的 后来突然断了联系对吧 我现在告诉你 这姑娘就是我找来试探你的 你以为这就完了 渣男喊后的极限拉扯远不止于此 只见郑凯放下酒杯说不能喝 我告诉你 没错 后来他换了一个微信号叫我 我给他改了一个男人的名字 他现在还挺喜欢我 你说气不气 就是一个 对吧 好你妹 那么之后的日子 还会碰撞出什么样的搞笑日常呢 完整视频就在左下方链接 感兴趣的朋友快点击搜索观看后续